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大家好 今天俄乌战争第495天 我们继续对俄乌战况进行报道与分析 首先发布一下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最新展报 昨天 俄军又阵亡了790人 今天最重要的热点如下 一 俄军于7月2日凌晨 使用8架伊朗自杀式无人机和3枚口径巡洋导弹 恐袭了乌克兰城市 但全部被乌军击落 一堆无人机靠近93缕阵地 乌军发射防空导弹 一口气拦截其中的5架 二 乌克兰武装部队东部部队发言人 谢尔盖、切雷瓦蒂在电视节目中披露 巴格莫特核心城区目前没有发生激烈战斗 战线变化发生在城市的南部和北部 乌军持续在侧翼推进 在过去一周抓获了8到10名俄罗斯俘虏 他们有些人是正规军 也有私营公司的战士、退伍军人 有犯罪历史的人 根据审讯 他们中没有看到积极性高的人 通常他们来打仗都是为了钱 我们再说说战场态势 俄罗斯军队继续将主要精力 集中在了莱曼、巴格莫特和马林斯基方向 内里的激烈战斗仍在继续 白天内里发生了46起冲突 一、俄军士伯克称 乌军在巴格莫特以北18公里处的 罗兹多利夫卡附近 和巴格莫特西南7公里处的 克利斯奇夫卡附近都成功推进 乌军第24援助营的风暴兵 奥斯曼报告说在巴格莫特方向 乌军已推进至南部的克利斯奇夫卡 和北部的贝尔西夫卡定居点 昨晚在两个定居点里面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战争研究所认为 乌军在巴格莫特附近的推进 使俄军陷入了部署困境 迫使他们不得不做出 是否从巴格莫特其他地区撤军的艰难决定 二、乌军继续沿 加布罗热州和顿涅茨克州的边界区域 开展进攻行动 并在大诺沃西尔卡西南部取得了进展 乌军在加布罗热州西部的 奥里西夫南部和西南部 开展了进攻行动 在奥里西夫南部12公里处的罗伯基内方向 夺取了纵深1.5公里 宽6公里的阵地 俄大V里巴尔报告称 斯塔罗迈沃尔斯克及其以西地区附近发生战斗 乌军现在正在向斯塔罗迈沃尔斯克推进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因为这是斯罗维京县在克利尤乔夫段的 最后一个俄防御阵地 斯塔罗迈沃尔斯克告急将迫使俄军 重新部署一些战略储备以防止乌军突破 3.俄消息来源证实 俄军所有将乌军赶出安多诺夫斯基 桥头堡的企图都失败了 现在乌军桥头堡已成为赫尔松组案 俄军的幸福大患 尽管俄官方继续报喜不报忧 但安多诺夫斯基桥的乌军桥头堡 引起了俄军的普遍担忧 昨天一整天 他们都在讨论俄军在地内博河岸 停泊小船时遭到乌军伏击的事 并且纷纷呼吁在俄各地征集船只 把他们送去赫尔松前线 就连之前对乌军桥头堡不屑一顾的接着金 也发表了一篇很长的帖子 称俄军已无法驱逐乌军 4.昨天乌军终于确认突破了 罗伯特涅的最后一道防线 俄军残步现在躲在定居点内顽扛 在奥里西夫方向传来捷报 乌克兰第47旅在南线的罗伯坦附近 突破了俄军防线 俄罗斯军队现在只有定居点本身 可以进行依附防御 在反攻的早期阶段 俄军的人员和装备尚未消耗 意味着将有一场硬仗要打 但乌军发现 确保装备最精良和人员最强悍的 俄军部队崩溃和撤退的最佳战术 是连续突击 因此乌军突击部队准备在至少36小时里 持续进攻 突击部队的第一个目标 是对面的俄防御阵地 当时前方有两个顽固的据点 当时大家的分工是 一部分乌克兰部队用火力进行掩护 突击队则潜入俄军的侧翼并摧毁他们 当突击部队接近俄军侧翼时 俄军人似乎有所警觉 开始向他们的方向开火 突击部队的战士们当即准备回击 但指挥官突然意识到 俄人仍然不知道他们的缺协位置 于是命令大家不要开枪 除非他们能看到并确定能消灭目标 随即指挥官请求炮火支援 乌军的炮火准确地击中了对方位置 俄军开始惊慌失措 突击部队甚至没等靠近 就消灭大部分的俄人 并建立了对阵地的控制 尽管联系作战8个小时 并成功占领了俄军阵地 但乌克兰部队并没有休息 而是立即开始准备进一步的行动 他们与该地区的另一支部队协调 制定了以下计划 建立两个机枪阵地 形成交叉火力 并在炮火支援下 派三支部队同时冲向下一个俄军阵地 然而 当乌军开始实施计划时 俄军发起了反击 夺回他们刚刚失去的阵地 并开始向乌军阵地推进 防守阵地的部队迅速发送了坐标 另一支部队精准地拦击了俄军 俄军的机器化突击被击退 但俄军部队并没有停止推进 乌克兰突击队被迫进行防御 日落之后情况并未改善 炮击加剧很明显 俄军正在准备夜间突击 然而乌军并没有转入防守的思想准备 这下该如何是好呢 突击队指挥官突然灵光一现 有了一个极其大胆的点子 决定派出四名战士在敌人的机枪和炮火下 爬向对方阵地进行突袭 在夜幕掩护下 乌克兰战士们纷纷匍匐前进 并占据了必要的位置 而俄军仍然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来了 指挥官打出手势 手榴弹爆炸 俄军阵地乱成了一锅粥 早上 指挥官报告说行动很成功 夺取了计划夺取的阵地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援助与制裁方面的消息 一 乌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公布了一张照片 并宣布已从德国获得了几十辆的报纸坦克 他在5月28日的评论中称赞风暴阴影 是乌克兰武器库中最致命的远程武器 他称赞那之前发射的所有风暴阴影 都百分之百的击中了目标 二 近日瑞典宣布 开始训练乌克兰飞行员驾驶瑞典的英式战斗机 英式战斗机是由瑞典薩博集团开发的一款轻型战斗机 它的空重只有7吨重 要远远小于美国的F-16 其起飞重量和印度的光辉战斗机 台湾的金国号差不多 英式战斗机在1988年首飞 1996年服役 目前生产了接近300架 其使用的武器系统和北约基本一致 可以装载美国的IM-9响尾射导弹 和IM-120空对空导弹 同时还可以装备欧洲的空对空导弹 比如法国产的流星和云木空对空导弹 德国的ST短程空对空导弹 英式战斗机的到来将极大提升乌克兰的作战实力 可以充当F-16到来前的过渡机型 节目最后我们再聊聊普丁大公爵 历史证明所有的独裁者最终都会弱智 唯一的区别是身在小国的独裁者只能祸害人民 恶心领取在国际上演一个跳梁小丑 比如说金三胖 而大国的独裁者不止为地区带来不稳定因素 还会对人类文明带来毁灭性的威胁 比如这次做了大死的普京 全面战争在联合国成立后就不存在了 普京是第一个敢挑战这一点的人 短短几天被打成啥样都看见了 什么叫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啊 这就是 其实大概在去年的冬天 普京的精神和意志就已经被打崩了 玩不起了 拿出和讹诈要掀桌子 充分显现出其疯狂无耻 邪恶愚蠢以及反人类 使它成为包括乌克兰 俄罗斯在内全人类的公敌 今天的形势会进一步的明朗 普京会很快失去对军队的控制 可以准备后事了 俄罗斯人民有智慧 普京只是一个挂头 代表不了俄罗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即使到时候普京疯了 俄罗斯人民也很容易在抛弃普京 和抛出核弹之间做出选择 乌克兰要做的就是发传单招降 发路费遣送尽快重建家园 发路费遣送尽快重建家园